来 我们来到3V3曲风创作赛第四轮 第四轮对决的曲风 请看大屏幕 随便曲风是指了 除了Bongback Drill Trap 三种曲风以外的任意曲风 其实随便就很符合我们HIPHOP的发展史 从一开始在街头和Clare里边 有人随便拿给我们一支麦克风 我们就开始说一些词 到慢慢我们开始采样各种风格 加入到我们的古典里面作为绊躁 到今天无论是摇滚 爵士 还是我们的流行 都被我们的HIPHOP所融入 所以我们是特别具有包容性的一种音乐 有请小跑猪联盟和披萨联盟来到我身边 Let's go 加油 有权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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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就对了 这你们可能要内战 完童内战 完童内战 这个大哥来跟他解释一下 就是瘦子之前那个团体 MC 117 就现在 那个 伊兽跟Kenzi 对 他们现在两个是不同队 可是现在他们要直接对上 嗯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 哎呀 投票去给他 加油 给你了 投票去给你了 你自己看得办了 给我干嘛 这轮的对阵也很有趣 大概你们已经说出来了 完童内战有没有 哎呦喂呀 大元怎么看 我不看了 我不看 正常我不看 投票去拿了 投票去拿了 我们不管了 我不看 正常我不看 快点 时刻关注大元的投票器好不好 好啦 坐在旁边等一下 我丢了 这场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兄弟之战嘛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么早就对到 我以为是 我会对到他们其中是谁这样子 好吧 那就让他们去吧 我做不了决定 我好难过 天啊 我先讲一下就是 为什么会对到披萨组 其实是一个失误 对 因为那时候 我跟那个 靖哥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一心一想说 我们要投那个随便 然后投下去的时候 我想说这这对好像满苏客什么事 随便投下去出去 完了 小孙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失误 披萨联盟选择随便 你一目张胆吗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到底是谁了 一二二一 我知道 没问题 小孙在里面 啊 不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忘记小孙在里面 后来你们俩有交流这个是吗 就有啊 可是因为这次 真的因为是要对决 雖然我們回台北 是共同同一個錄音室 但是我們兩邊都不討論這樣子 對 我可以作證 他們在不同地方錄的 所以我可以 氣氛蠻特別的啊 連坐飛機的時候 好像也不跟我坐同一班的飛機 這麼誇張 有必要嗎 這奇怪 來 小春怎麼說 就是我想說就是早一點 來跟他們兩個碰 對 所以我們才沒坐同一班 解釋 就是也好 對 我今天就是 我一輩子都會是頑童 但是今天我帶回小寶出 然後我們會全力出 雖然說已經遇到自己的兄弟 但是這次比賽 絕不手下留情 100% 我們一定就是會搞定這場 有實力 趕隨便 有什麼話對對方說 勸你們real一點 來 子豪 咱不是還得一會還得1v1嗎 我覺得就是在我心目中 就是瘦子哥賊厲害 就是胡斥我覺得很厲害的前輩 你去打1v1應該沒問題 哦 瘦子剛問我 我們成功吃什麼 因為我平時很有意見 我就想不如吃披薩 剛好我們一人一片 來吧 好害怕 我們先用硬幣來決定 對決雙方的表演先後順序 來 先選面 你們決定一下 我們隨便 那佳龍已經選了隨便 我們就順勢吧 我們就選節目標誌 來啊 節目標誌面 所以你們來決定 表演先後順序 後手 好 本輪對決由小跑豬先表演 披薩聯盟後表演 對決雙方打開 隨便巔峰這門 前二舞臺進行巔峰對決的優勤 我們最期待的反而就是 隨便這一組 他們的編曲 他們的節奏型 應該會給我們很多耳目一新的表演 我也很期待看到靖哥會 唱什麼 張子豪給我印象還挺深的 通過這兩次的舞臺 我發現就是他的潛力是很大的 希望他這一輪會帶來一個更多的驚喜 給我們大家看一下 他們做的是隨便 對吧 隨便你就萬千變化的比 另外三組都是在同一個節奏型裡面去比較嘛 相對來說觀眾可以好評一點嘛 但是到他們那組有可能就是 做出風格迥異的不同的歌曲 所以評判起來就比較難 我覺得這裡的聯盟都各有欠窮 但是只有小跑豬可以給你們這種的力量 不管是誰來碰我們都得倒下 我知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We gonna be alright 音樂不是拿來打敗人的 而是拿來打動人的 真誠才是唯一的必殺技 最不想遇到的都遇到了 但是我還是會全力贏 太棒了 首先出戰的是 актерisierung 歐陽 晋 MC 晋 李嘉龍 Geloo World 組成的小跑豬聯盟 有請他們走上舞台 帥不帥 帥不帥穿的 哇 也太帅了吧 好帅啊 最近不是帅哥说唱了 是模特儿说唱 感觉我跟他们是一期对的 瘦子穿的有点帅哦 今天 新郎官司的 和他们对战的是 Race H 张子豪 满舒克 小春 Kinsey 组成的披萨联盟 他们也是西装 你们在比什么 到底是在比什么 服装上也是差不多相同的 小春也不差哦 我们穿西装好不好啊哥们 是我提出的 对 OK 但是我的出发点啊 我就在这里 情侵 我不是非我自己 我是为 呃 传世界的欠欠万万的女生 想看瘦子哥 穿西装 所以就是给你的 哈哈哈 谢谢晶哥 没事 哈哈哈哈 怎么都穿西装呀搞什么啊 中间 你站上去看一下 看什么 你去站上去看 很适合啊 去去去去去去 好了我站上去 哈哈哈 拍张拍张拍张就拍张吧 快快快快快 哈哈哈 我觉得蛮接近的蛮接近的 哈哈 awao 帅 帅 帅 很精彩 你知道吗 还有创意 对 没有感情 全是活 这个只有在咱们中国 和巅峰能看到这种结合 我跟你说 我看到这个名字 是奥特曼 Drill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首歌 肯定是一首不一般的歌 这个舞台会是一个 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 而且会让在场的观众 在中文书上 电话对决上 也没有见过的一个舞台 然后事实证明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舞台 哇 华世人太可怕了 你知道法老写 关于奥特曼的歌 是人格合一 这件事有多恐怖吗 他是真的相信光 他是真的相信奥特曼 他是真的很正义的一个人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让这样一个非常离谱的主题 拿来做drill这件事情 变得无比诚意 我看得非常享受 而且他们的音乐里面 有一个bubbub 然后用那个东西 去做drill的古典 那个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 这个奥特曼的舞台 先开始是有一点难懂 可是多多听以后 就也看他们有聪明的 like break 对 那部分我觉得还蛮酷的 奥特曼的drill 其实是很有创意的 他的副歌加了一个 奥特曼的音效 我觉得那个音效很酷 对 就像Emma讲的 就是其实很聪明 他比较懂得利用一些break 跟一些声音的刺激 然后会让你觉得 这个歌很有惊喜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